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CN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 我光那個排氣回家 CNW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車款 我們介紹很多次了 但是最近他推出了一些新的車型 就是這台有點接近藍色的 Focus四門的佛心版 我們今天影片的重點 我要做一點比較深入一點的分析 因為我周圍有好幾個朋友 有的買五門有的買四門 然後呢都來問我的建議 我都直接跟他講 直接頂到天買最高規的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一一來跟大家分析 首先我來講一個價錢 我們現在先撇開五門先背 不管是什麼賽道版 Normal版我們都不管了 我們就針對這兩台車 也不管自然競技能 那台Focus四門 我們就針對這兩台 為大家分析 你到底應該買哪一台 不要陷入價格的迷思 說到價格喔 現在很多車廠都會有一個什麼 特價多少錢 旁邊有一個小刮壺 舊換新 這個都是一點陷阱 我覺得應該要統一 都不能講舊換新之後的價格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一台舊車可以去換新車 那你這樣子的話 譬如說舊換新五萬嘛 你扣掉這個五萬 等一下想說好便宜喔 結果到現場看 沒有喔 我要準備一台舊車才有那個價錢 否則的話要加五萬 原廠建議售價是多少 我們就講多少 我們永遠不會講舊換新的價格 所以這兩台車價格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在我旁邊這輛白色的 它的售價是88.9萬的 182 E7 TSR 182就182匹 兩台車其實引擎是一樣的 然後這輛接近藍色的 它就是佛星版 它的售價是79.9 重點來喔 這兩台車的價差 9萬塊整 我們一一來為大家分析 這個9萬塊 你到底要買哪一個版本 9萬塊對很多斤斤計較的消費者來說 可能很有感 但是你要想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未來二手車的殘值 會不會有影響 第二個部分 配備上的不同 你未來假設 除非你開到報廢 否則你未來假設要換車 這個車流入中古車市場之後 它的接受度哪一個比較 接受度只要高 你的中古車價就會好 相反的 接受度低 你的中古車價當然就會差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 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什麼叫 Apple CarPlay 五年前我們也不知道 什麼叫輔助駕駛 這我想是未來電子科技發展的趨勢 好了 等到五年後有那些東西了 這些就不稀奇了 那你五年後 假設是你的換車週期 這些車子到時候會殘值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冠儀有一台 B&W X3 2016年的 結果到了今天2020年 才三年多不到四年的時間 它的車價殘值 慘不能堵 包含了認證中古車 包含了原廠 就告訴你說什麼 沒有輔助駕駛 現在 七八十萬的車都有了 你當時買兩百七八十萬的車子 沒有輔助駕駛 所以它的折舊就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就是電子科技進步所帶給人的方便 相對的也帶給人的困擾 因為現在的人離不開的一個電子產品 就是手機 當今天車輛跟手機結合之後 像Focus都有 結合之後帶給你的便利性 這個在五年前你是完全體驗不到的 汽車科技百年來也都沒有體驗過 瞬間在這五年馬上做了轉變之後 相對的 消費者也好 車輛使用者也好 大家的開車習慣都跟著改變 因為我們介紹過很多次的Focus 今天我們就不再做很自私的介紹了 我剛剛講到九萬塊 這個九萬塊 我們來看它的外型 首先第一個 頭燈 可以很清楚看到兩台車的頭燈組合 有非常大的不同 肉眼看就看得出來了 這個都是傳統燈泡 這個LED的頭燈 因為它是最高階 白色這一台它是最高階的 包含了 有沒有看到很清楚 水箱護罩裡面的材質 這個是鍍鉻的 這個是非鍍鉻的 這不知道什麼材質 塑膠的 塑膠烤漆的 但是霧燈都有 而且霧燈下面這個黑色的這些飾板 包含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次佛星版多的一個配備就這裡 這個地方 這塊黑色的蓋子 代表它具備了Copilot 360 結合了前擋風玻璃上方 有一些鏡頭和Sensor 所以這兩台其實輔助駕駛都有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IACC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 好 那我們剛剛講是不是九萬對不對 大燈 我們抓兩萬塊就好 包含了原廠幫你認證好 你的行帳上面會寫LED 這一台就沒有 你未來要改的話 你還要去建議所認證 我們這樣頭燈加上這一個水箱護照 水箱護照我們抓一千塊就好了 頭燈抓一萬九總共兩萬塊 這第一個 第二個 輪圈一個16一個17吋 四顆輪圈我們一顆算一千塊 這樣是不是兩萬四千塊 然後再來就是 車窗外框鍍鉻框 我們抓一千塊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兩萬五千塊 然後後視鏡都有整合的盲點 也有方向燈 懸吊前脈花層後扭力梁 其實四門它並沒有像五門去追求 後面變多連桿 所以四門不管你買到任何一個等級 它的後懸吊都是扭力梁 好 接著我們把車調過來 繼續比較 我們現在的架差是不是兩萬五 下一個 我手上的鑰匙 造型不一樣 差在哪裡 這個是頂規的 白色的 有Keyless 按一下 兩邊都有 這個沒有 你上車的時候 要用遙控器 又或者是有鑰匙孔 遙控器沒電用鑰匙孔把它打開 我們Keyless抓多少錢 一萬塊就好了 一萬塊你根本改不到 我現在都抓得非常低 現在是不是三萬五 後懸吊都一樣 輪圈一樣 差一寸 前後輪都一樣 再來我們來看它的車尾 你看它的造型 只差在它左邊的名牌 它右邊都要告訴你它是Eco Boost 代表它是1.5億增壓的 所以兩來車的動力 變速箱其實基礎上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它的尾燈 造型一樣 裡面的燈具 少了一個LED的光條 這一個燈具 我們把它再抓一萬塊就好 這樣是不是四萬 整個門板鍵 懸吊全部都一樣 單就從車頭到車尾的外觀鍵 我們現在就抓四萬五千塊 在介紹內裝之前 跟大家講一下 我記得我曾經講過 Focus的前後門的那個材質 還有顏色不太一樣 現在居然變了 變成一樣了 而且都軟質的 所以我講話還是有點用 你看前後都一樣 你需要什麼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BMO的影響 這個改要多少錢大家知道 我們一樣 當作台把 五千塊就好 現在是不是五萬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四版 如果是佛心版 前後還是不一樣 只有頂規的前後四版是一樣 這一個 有些人覺得沒差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當作是送你就好了 所以還是維持五萬 但是如果說你買頂規的話 它的行李箱空間會有一點小小差異 因為BMO有一個 重低音在這裡 都沒有備胎 都是打機器補胎器 但是有多一個重低音 所以會造成什麼 行李箱的容積會有一點小小的差異 但是我覺得你會很無感 我們螢幕上面有兩個 彼此間的行李箱的差異 接著我們來介紹它內裝 在傳統的主背東安全 兩來車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內裝我們一一來講 剛剛講外觀的時候五萬塊嘛 對不對 四版 免費 雙區和單區的恆溫空調 這個你外改不可能去改這個東西的 我們抓到多少 一萬塊就好 現在是不是六萬 車機導航 現在很少人在用了 車機導航 我們也當初是送的 送你車機導航 還是六萬 對不對 變速箱這個旋鈕還是一樣 我非常不習慣這個 變速箱旋鈕 我還是習慣傳統的撥桿式的 賓式的 賓式的上置式我也用不慣 但是後面多一個這個按鈕 這個抬頭顯示器的符號 抬頭顯示器一萬就好 我們抓七萬 現在是不是七萬了 再來一個喔 我先進來動對不對 電動椅 我們也抓一萬塊 八萬 所以有很多是送的喔 加上很多是我低估非常多的喔 八萬 兩台車都有Apple CarPlay 只差在車機導航 然後打倒檔 當然也都有倒車CCD 水捷都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架差是八萬塊了 最後一個 我覺得是我們介紹這些 所有東西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IACC 它都有Copilot 360 福特這次很刻意的 就是把Copilot 360 放在80萬以下的車 它的重點是打它的競爭對手 而不是吸引消費者 我覺得啦 因為九萬塊的價差 我們算到現在已經八萬 而且我們算的是非常低廉 便宜 幾乎不用錢的這種算法 你這些東西加起來你去外改 你絕對是兩倍三倍的價錢 可是我們現在算八萬 加上最後一個IACC 我們也抓一萬塊 九萬塊 是不是兩台車的車價 但是喔 聰明的你 你應該可以分辨的出來 這些差異絕對不是九萬塊 所以 車廠跟車廠來對答 消費者你還是要做你要該做的選擇 你要選哪一個 閉著眼睛想 也知道要選這個 頂規的 而不是選佛心板 選佛心板 我還沒有算到未來 你五年後要賣車 你去中午車廠 你這個佛心板 你如果頂規我可以再多兩萬 那個價差就更大了 因為這些東西 都是消費者現在很有感的 我們今天要上路試它的IACC 我跟你講IACC 因為它是全數據ACC 它會隨著你的路標 去改變你的ACC的速度 這個在雙B都還沒有開放的配備 福特居然有的 賓士在歐洲有 台灣被關起來了 BMW也有 台灣也被關起來了 雙B在歐洲還有打方向燈 變換車道的 甚至虛擬的導航系統 接近導航 全部被關起來 你事後要照外面去外改 去把它打開 但是在福特上面居然有IACC 然後很多人不知道IACC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好 尤其在台灣是非常好用的 假設三年後中午車行 估你有IACC和美IACC的價錢 差異是非常大的 這個一來一回又差幾萬 那我們現在來上路 因為空間我們都講過了 對不對 我們不再介紹空間了 我們來上路測試 因為測試我第一次 應該講說在台灣 我是第一次使用到這種 智慧型的IACC的更車系統 好我們現在上路了 今天重點就是IACC 還有I什麼 還有一個IACC 兩個系統不一樣 IACC是車速警示 它就是正負Range的10公里 這什麼意思喔 我們有很多路標有沒有 譬如說你現在開車開到60 結果路標顯示40 它就開了 它就叫了 就會嗶嗶 可是如果說你是開到 你正正到路標是50的 那你開60的不會叫 61就會叫了 這個是它的速限的提醒 現在有個路標了 100 它正正100了 因為我IACC就是 ACC的定速巡航 智慧型的定速巡航系統呢 它的Range可以從0到30 那我現在設定也是10 兩個都是10 這在什麼 抒發改 很有感 因為抒發改一下40 一下50 一下60 一下30 就一直跳對不對 它就很有感了 可是我們現在 奇怪我們高速公路的路標不是一堆嗎 怎麼現在要找路標找不到 全世界路標最多的高速公路就是台灣人 我們那個圓圓那個限速的路標 而且有各式各樣的喔 然後有前面 112高嘛 好像永和還哪裡一段 110然後變成100喔 然後再來變什麼 不是 再來警察在車速照相 因為他就在抓那種 沒有看到100的 然後他還定110 或是他定 因為很多人覺得警察會 那個我們射速不是一個Range嗎 你110很多人會設120 然後100很多人會設110 好啦 結果他經過那個110啊 他沒看到 他經過那100他沒看到 他還設120 就一張 你超速爽國庫 現在不是有那個 對不對 找不到路標結果開始聊天 小二 是 你幾歲喔 25 25 你看他這AIRBOOKUP的朋友可以聽一個音樂 我最喜歡的歌星耶 他已經走30年了 讚 以前老歌還是好聽齁 你沒聽過齁 好前面有囉 我們看到有沒有變 70 他增車到70 60 所以變70 又增車到100 所以變110 好厲害喔 手握方向盤 我順便車 你看Focus他的那個 車道區中做得好好喔 以他的價錢來說 你不會輸 兩三百萬以上的進口車耶 所以 他會偵測路標之後 自己去改變 你ACC所設定的速度 這個在台灣是非常好 尤其是高速公路 因為 他有一些路段 譬如說你在施工 他會有一個臨時的指標 告訴你現在只能60 他就會降到60 那你如果 讓他的誤差設定是0的話 他就會偵測路標多少 他就多少 所以 這支影片的重點 並不是一台車的新車自駕 我們主要是要分析 告訴大家 你要買Focus 你要買四門 我還是很推薦Focus的四門 這一代的Focus四門賣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他車尾比較好看 跟上一代比起來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認為他的 整個開起來的質感 比五門好一點 因為 沒有人 除非你回家的路 一直在繞圈圈 高速繞圈圈 那你買五門 可是不是啊 你看我們大部分人開車 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的方向盤轉不會超過五度 你在高速公路上 不會超過五度啊 你時速100 我們像這種彎 我們大概就兩三度而已 你大部分的時間方向盤是直的情況下 你要追求的是直入行駛 四個懸吊的反應 帶給乘坐者 在車裡面移動過程的感受 而不要去追求那個5% 10% 轉三路 路感超好 指向性超準的 這種錯誤的去追求它 其實這是不對的 除非你今天 你的路真的是 你每天回家的道路是 扭柏林 十幾公里 你要你開太慢 會被開罰單 又或者是 會被人家噓 又或者是沒獎盃 那你就真的要買 Normal版 可是你今天不是啊 你今天回家的路就是這樣子啊 每一個人回家的路 基本上都是一樣 就是這個樣子 頂多就是走走停停塞車 那你為什麼要去追求那個5% 10% 而不是去追求那個90% 所以我覺得之前福特 從扭力量變多連桿 可是已經賣了快1萬多台的扭力量 然後很多人在罵福特說 其實給你多連桿 然後呢 你根本一個看不到東西 而且你無桿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去在意這個 你要想想看 你買的價錢是比較便宜的 那最後一點喔 最後最後一點 我覺得福特六盒這種擠牙膏式的 銷售方式有好 但是也有壞 它是會有風險的 你要想想看 這一萬多個車主 已經買了Focus 他們心裡面的感受是什麼 這個我覺得 會影響到你以後的口碑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強化售後服務品質 以及讓產品的妥善力變更好 這樣子的話 你的中午車價就會高 產品只要保值 消費者願意買新的Focus的意願 就會大幅的提升